新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現在在七郭 要知道怎麼做 給我來 好 牛皮泡水3-4天 軟化之後大到一灰 重頭戲上場 智谷有三十多年经验的黄尘峰 拿着牛皮刀弯着腰 把牛皮该削薄的部分 削到剩下0.5公分 靠的是几十年老功夫 削牛皮是 谷的成功成败几率就占四成 好 先热掉这样对吧 好 要出来就这样 不可以 稍难了 有的热 但是你驾驶不错 驾驶不错 一百分吗 驾驶一百分 削牛皮不只得用力 还得找到窍门 攸关着智谷的成败 完成最重要一关 接下来打动穿绳交给他 黄尘峰的贤内助 不必装良的熟练精准 是岁月磨出来的好身手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扭模型 帮鼓拉模型担任调音师角色 调整封绳松紧度 扳手要弄平均 要弄平均喔 这样把这个移过来 好 这样做得对吗 对了 调音师可不简单得手脚并用 一边调整绳子松紧 一边打鼓听声音 定型之后再晒太阳 定上响调增加共鸣 一丁一锤慢弓出细活 制作皮骨最后一里路 还得这么做 脚下力道大有学问 骨的张力跟弹性 也只有在这时才能调得恰到很处 这几条骨都要把它拆开松动 这样扳起来的声音 比较扎实 黄承锋准确听音变鼓 这些都是靠时间换来的真功夫 制作一张鼓至少得花一个多月 耗食耗体力 身在智古世家的黄承锋 本来其实付款了 有的拿来都滚了 有的灰水 所以我嗅到那味道会痛 年轻时的他不愿接手父亲智古事业 直到爸爸中风 家中也因为父亲借钱买物料智古 欠债上千万 我像我老板疼我爱他最大的资助 中风我没有拆开不可以 扛起担子延续智古手艺 但是大陆股的崛起 加上物料短缺 智古业逐渐没落 大陆股进来 会去冲击着我们这边 我八三年到我那边 喝小酒开工 没什么扛起 尽管遇到低潮 黄承锋依旧守着家业 相信有之音能懂他的努力 不愿放弃这得来不易的手艺 我老板爱我传承 我就要做好做就要继续做了 挺过生意低迷的几年 流失的客人又回来几成 这几年他的制度小天地 也变成观光景点 镜片下的双眼 透着一丝光荣跟自信 继续坚持守护 这即将失传的台湾工艺